康康月注五百万,户头竟然都没钱!原来他都这样花钱! 49岁搞笑艺人康康,康靖荣,是知名的节目主持人和歌手,善于模仿其他艺人,更是综艺大哥们抢注要的罪! 康康月注五百万,户头竟然都没钱!原来他都这样花钱! 49岁搞笑艺人康康,康靖荣,是知名的节目主持人和歌手,善于模仿其他艺人,更是综艺大哥们抢注要的最佳律页! 事业如日中天的他,受赏曾一度握游五个节目,月入高达五百万,现在却全都收光光! 近日他上节目时就自曝,全是因为这件事害死自己! 图片来源,www.pts.org.tw,康康在演艺圈是出了名的奖义集,别人跟他借钱,常常是有借无牌,再借不用牌! 前前后后他借出超过千万,最后都没有下落! 之前出专辑时,他孩子抛腰包先变二百多万,最后公司没给他钱,全都血本无归! 过度乐观的他,让好友唐从盛不禁担心地说,他不爱计较的例子数也数不完,但却带给他很大的伤害! 演艺圈好友马国币低潮时也曾向他伸手借钱,当时借了快两百万,康康二话不说立刻答应,他表示,跟别人借要还利息啊! 但跟我借没有算利息太容易借钱的他,常被朋友当成ATM,很多笔借款根本要不回,害得他损失超过一千多万! 图片来源,康康脸书这种个性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